今天的事情就是有关水状能够使用到 我们肥状的液体肥来动作是肥料 当然你如果要用这个肥状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你要去考虑的就是 它的一个精体水状可能就是蛋跟胶 其实胶胶这对这个水状很重要 所以这个东西你如果是胶胶胶 因为肥状里面不是说胶胶 就是那个量这真的很低 可能主要就是磷和蛋 它的鸡肉也有鸡精的蛋白质 还有这个磷 鸡肉有磷的成分 比如说胶子去吃鸡肉 海鸟去吃鸡肉一放就要塞 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到后来就变成海鸟粪肥 这里面都是磷 因为鸡肉骨头里面 鸡肉骨头里面有这个磷 所以这最主要是这种磷 所以你要拿这个磷精来做这个 做这个肥料的时候 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一点点 要注意一个点 这点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 你的磷精的一个 你发现的这个程度是怎样 有的是磷膏 稍微发挤而已 你不能用很多 这个重要的地方 你比如说你的磷 其实也没帮我们用很多 你如果是用太多 你通常是倒不掉的 就是说 怎么说就是倒不掉 因为成本一定是很高的 所以你适当的解析 应该是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就是说 它的发酵的解析程度 所以控制这个磷 不要太多 因为你这种发酵不完全的 这个东西下去 而且还溶在这个水底 在水底的时候 空气就比较不高 空气比较不高 在发酵的 那个时候 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发酵 再来就比较不空气 所以有可能的部分燕氧 燕氧会刪成这个硫化氧 这种的这个东西 还是阿摩尼亚 所以有可能 就会去对着肥金的这个影响 就比较好 所以这要稍微注意到 这大概是这样 那你如果要用 也是配合 就是说 我们生育的这个中间 一星期去拌一遍 拌一遍 还是说做米 那个时候 做米进井 你来用 这也是可以 但是说 你在用的时间 也不是说 我们做米 这个 比较稍微 因为那些肥金用来 不可能谁吃到 他可能要多一天 所以这种东西 可以用 但是我们通常 是用来做什么 用来做一个 补充的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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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这个 这个所在 在这个 补充的这个当中 所以 不是买充 会应急 但是 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 要注意这部分 的这个问题 所以 大概是这样 提供的这个 提供给我们 这位好朋友 你在这台北上 你的管理 一定要注意 这个量 不能太多 完全都把他出台 可能 会比较不高 所以你要 考虑 这个量 加肥的用量 其他 都没有什么问题 做一个补充 应该是一个 还不错的 这种肥料 因为毕竟 他如果发料 比较好 我们之前 有送好朋友 在用 也有送那些肥充 现在有的人 应该说 那些东西还不错 这些东西还不错 确实 有时候 这些肥充在用的时候 在他生长上 因为那是一个氨基酸 虾子也是一个氨基酸 然后当时 在他这个分解 这个过程 有一些特殊的三星 所以通常 在用起来 效果上还不错 不过就是说 要注意 因为每一种 这个肥充 是一个统秤 这台里的 荷拜 或是差很多 你自己要小心 这鸡汤 黑黑一斤 差几十千块 所以有时候 很难去 去说他的 要去评断 说这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 但是就说 我们自己在用 小心 这样就好了 他不是个坏东西 好 嗯 好 有帜充